好 陳小姐就問大一點 她說調整的時候有哪些股份可以收集 以三個月為目標 你剛才說的那些同情藝龍 9961那些 是不是回應她這題問題的 如果用三個月來做目標 就是一個很好的idea 因為短線同情藝龍為了驚 就是昨天衝應通關 今天告訴你沒那麼快 那又回落 但問題就是我覺得遲早 經濟狀況好 帶前提 都是說這些旅遊復甦等等 所以同情藝龍會是其中一個選擇 但是未必會配合她的概念 趁這輪調整收集 因為她說比較強勢 其實年初至今都是一些跑贏科子 跑贏行指的相關股份 所以在語言角度上 不是她說那件事 只是說這一刻建倉應該要有這些股份 如果這輪調整 有什麼值得去買 我覺得其實車股是應該要有的 但又不是她的概念 就不是趁調整 就是說如果趁這輪調整 去買可能是科技龍頭 你說科網行業上面 你趁這輪調整 選擇去收集 譬如說今天看到 我看到京東集團跌得比較多 但其實這輪走勢上面 京東是比較硬正的 那你就趁她肯調整 那些市價去買 那角度就是這樣 那真的符合趁調整去買的 是買這些龍頭 但這三個月 假設如果看到內地的監管政策 比預期中激烈很多 在市場跌殺眼鏡 你又不要像駝尿政策一樣 我打算開三個月就沒事的 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但如果符合她剛剛說的言論上 趁調整去買的 就趁這輪調整上買一些科技股 嗯